下一位嘉賓就是趙景芳教授 趙景芳教授是在東華醫院香港大學中醫藥臨床教研中心的顧問中醫師 他今日的講題就是中醫治癌實踐與思考 請趙教授 各位同仁 下午好 我今天是要講的是中醫治癌實踐與思考 那麼我很有興趣聽剛剛講中西結合的問題 我首先對這問題有興趣 因為我們東華醫院 這個從七八年前就開始了中西醫病房的這個治療 那麼這個病人呢是從 一般都是臨終關懷病人 是從馬力醫院轉過來的 就是西醫不治的病人 有的病人今天可能來請我會診 第二天他可能已經死了 就像這種病人叫我們會診的 那麼這個說明這個問題 那就是一般說來西醫對中醫還是不放心的 所以我們就開展了這個治療 首先進去的時候 我思想有很大的負擔 也感到不平 那你既然說這個病人要死了才請我們去 那這不是把中醫看成什麼呢 它都是一個神醫啊對不對 那麼但是我還是去了 既然當時有 西醫給我們介紹 就是這個病人的情況 現在用什麼藥 這一般都是放棄治療 它稍稍地吃點維生素 或者稍微用點淋藥藥 大便不好我們用點什麼藥 那我們呢就咽到頭皮上了 那結果得到的結果是什麼呢 有些病人 我們是比如說肝癌 他可以出院 出院以後到門診治療 就像這種病人 我覺得我們雖然是中醫 但是在這種零種關懷病人中間 我們就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這是我要先跟大家講的 因為剛才大家討論到這個問題了 因為剛才大家討論到這個問題了 那麼關於中醫的事件 這幾年的問題 那這個 我從這個六十年代就 參加了這個腫瘤的治療 中醫治療腫瘤應該說 比較久了 在文獻上有很多記載 但是從這個 我們中醫 專門成立腫瘤專科進行治療 這個還是從六十年代開始 一共只有四五十年的歷史 有幸呢 我就參加了這個 將近五十年的治療 那麼這條路是怎麼走過來的呢 一看頭我們是 就是像從古書中間找到 是不是可以走寂靜呢 這個 這條寂靜我們是要走的 那麼然後找文獻 古代的文獻 古代的文獻裡面當然有好多 有一共有二三十種病名之多吧 大部分都是從 從殘餘啊熱度這方面來處理的 那麼有些經驗是可以各個參考的 但是呢 因為古代 古代它沒有儀器檢測 診斷成疑 所以呢這條路呢 是可以有參考價值 那麼下面要走個什麼路呢 我們曉得我們一般都想到 這個民間是不是有單方啊 是不是有驗方啊 像這個要想走這條基金 現在我們有好多病人 現在我們有好多病人 得到重病以後 他第一個也會想到 我是不是到哪裡去找到一個名義啊 什麼給我一個單方驗房 我就治好了 那麼這條路我也走過的 那麼六四年代的時候呢 就是顧家掀起了一個現況的熱潮 現況熱潮 這個當然有其他病老 但是這個腫瘤因為是比較嚴重的病 那麼這個有很多的單方驗房 是治療腫瘤的 那麼我呢就參加了這個 去追診這個行根問題啦 就去看看到底是不是有 那麼當時呢我在安徽 在靠近林縣那個地方呢 有很多的就是腫瘤病人 特別是受到癌的病人 那麼這個 因為尋這些民間的單方的時候呢 好多的單方驗房呢 他裡面又寫了 我治好了什麼腫瘤 然後他又怎麼樣 但是你到結果去問的時候呢 最後呢他是找不到這些東西 他或者有病人存在 但是他沒有診斷一句 所以呢這個也很困難 但是我們看到一個 有一個女的五十多歲了 一個新生的當時 我還記得清楚 她呢是一個受到癌病人 他講她是受到癌 她治好了現在怎麼樣 那麼我們就去 去問她 你是不是 結果呢 她的病死是比較 跟那個受到癌猛合的 同時她可以拿出來 一張 一張 就是 膠片呢 是 吞貝特斯的一張膠片 膠片上面呢 的確可以看到她受到癌 那麼她用的是什麼呢 她是用的是 這個優惠用就是 舌頭根 舌頭根 這個治療呢 我們就是 馬上就開始試了 因為當 當時呢 這個 比較多的呢 這種草藥 在田頭啊 在粉底啊 那些 我們很快地就 叫人主 哇 收集啊 就叫 搓死呢 叫病人 幾個病人吃 果然呢 是有效果 就是 在改善 舌頭的 這個梗舌作用 甚至呢 有的呢 他可以吃了以後呢 吐醜 這個癌筷子 那麼 就 本來不能吃東西的 結果他能吃東西 那麼 這個 舌頭根呢 我們對他很感興趣 就 在 擴大病例 這是我的 一個科研項目 這個科研項目呢 就是 706抗愛告 治療 舌頭根的療效觀察 這是 70年 6月本 做的 還有一個 是治療 公經癌的 那麼 按照 按照這個 結果呢 因為做了 我們做了 這將近有三十里不到的病人 因為你很難說出來 他全癒的病人 因為當時評價 腫瘤 全部是 你治癒多少力呀 結果很難說出來 這個 這個科研就放棄了 那麼 另外呢 我們走了一條路呢 就是中醫抗癌的治療 中醫抗癌治療呢 就是 按照西醫的這個模式 把腫瘤放在 對的一方 它有好多的 甚至用了 車的呀 有那個 大鍋煮啊 花青的解毒啊 什麼 以毒公毒的理由呢 搞在一起 結果呢 它的療效 也是不理想的 那麼現在講的 我們講的現在的治療呢 中醫結合治療 中醫結合治療呢 就是 跟其他 剛才我們講了 就是 可以檢毒作用 中醫雖然抗癌的比較弱 但是可以糾正這些不良的傷害 所以 可以達到 減輕作用啊 減極高生成 這樣延長生命的目的 那麼 對於中醫治療的研究呢 我們 現在呢 我們是 中醫變症 西醫變病 就是 用現代醫學的診斷方法 基礎 還有 臨場檢驗的結果 用中醫變症 認知 這樣 提出了一些診斷 正確的診斷和合理的治療 那麼 對於製作的研究 剛才有專家已經講過 就是 總的來講 應該是 符正訊息 那麼 我提出來的是 微調平衡大法 什麼叫 微調平衡呢 平衡就是大家知道的 氣血平衡 脹腹平衡 陰陽平衡 微調呢 就是 這個瘤呢 是用瘤呢 微調就是慢慢來 就是你不要直接看到很重病人 用很大的瘤 那麼它的瘤量呢 比較少 它的分量呢 比較輕 它是慢慢來的 中間 微調平衡大法 我在香港已經發表過一個診斷 就是 中醫治癌大法 就是這個 那麼 為什麼提出來這個呢 就是 中醫呢 認為呢 跟西醫的看法是一樣的 現在是由於本人 就是本人的抵抗力量 尤其它病血的干擾 而產生的一個疾病 所以 腫瘤的發生的原因看來呢 它是在於置身 所以我們任何措施 都要從加強人體的監控做手 我人體有強大的自我的康復能力 那麼 微調平衡法呢 就是關鍵呢 你要找到它的切勒點 就像我們開門一樣的 要用一個鎖匙 就是 褐色的針對的鎖匙把它開出來 你不能夠說用大炮轟啊 用 折腐字塔啊 什麼 就關鍵你是要找到它的 可以擁有切勒點 微調的意思就是要 適量過千斤 找到關鍵點了 就是臨場醫學也告訴我們 現在太差的身體 體質太差了 用力太重了 反而一下子接受不了 那麼 中醫的思考呢 我想要談著呢 就是 注意宗教脾胃之氣 我們大家剛才已經談過了 就是現在擁有品質的問題 這個品質的問題呢 注意 現在有好多的 有我的品質不行 就像打仗一樣的 你沒有好的武器也是不行的 那麼關於先用的問題 先用 那麼 古代應該 古代人呢 他的擁有量很小 用了這個先用 這個來治療的 但是我們現在的 都能上月球 能上天空 先用 怎麼這樣使用 這個怎麼樣保鮮 這個還沒有 所以 謝謝代流生辰高載 這裡 我就是要跟大家講的 一個 今天我早上還看到的 一個 姓黃的 一個女的 我們有兩個學生也在這裡 就是 中醫到底是不是可以治癌 這個呢 我們在大陸沒有研究過 在這裡 在香港 我可以介紹這一個病人 給大家看 他是 晚期四期病人 有不轉移 有非轉移 那麼 做了化療以後 他還是不行 結果到我這裡來了 他不放棄了化療了 那麼 用了 到我們這裡來以後 我們就用了中用治療 中用治療以後 他這個人 他的 他的 乳房的腫肺 就是消失了 他 中間的糜爛面 就生存 也好轉了 他現在的身體很健康 好 那麼我就談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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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趙教授 那我們現在 有請我們嘉賓主持 為我們送這份紀念品 給趙教授 我們有請周教授 為我們送這份紀念品 感謝周教授 今天的分享 謝謝 接下來我們一段時間 交給我們的嘉賓主持